支架组装呢,我们先需要把这两条柱子安装上去 安装的话是直接插上去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组装呢,我们也说一下 对不对,我们说到货的话 这个地方呢是没有组装好的 客户其实需要组装,组装的时候 客户就用到螺丝,把这个支架把它组进就可以 我们组装的话,先装下面 把所有口味全部打上螺丝 这就是上面的安装 现在安装完毕了,我们看一下 一个支架呢,它是有两个金属架的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 我两个金这个金属架 所以我们其他的支架,我们就不安装了 我们也是一个增加安装就可以了 后期把适合的那些支架的全部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的是下面这部分 我们安装的话需要用到螺丝 把我们柱子和这个座子连接处锁紧它 所以我们要找到螺丝 所以我们要找到螺丝孔外,然后用螺丝呢 打紧,然后锁紧它 打紧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操作 接下来安装 接下来安装顶部的这个库盆 我们安装的话需要把上面的螺丝抿下来 我们安装的话 这些孔呢 这些都是朝这边的 然后这个插在这里 我把它拧紧 另外一个孔 没有拧紧 两个都锁紧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这部分就安装 把这两个螺丝帽先离开 然后把这个激光板的支架呢装上去 装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 孔这边 然后这边是朝外面的 不要往里边装 然后我们装上去 然后把螺丝帽的拧紧 这边就拧紧 我们现在支架的话就全部组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组装的是手柄 然后接下来我们组装的是激光板 激光板组装的话激光板组装是很简单的 它上面左右插的是上面这一排款 都是三星的口味 口味的话我们就没有区分的 没有区分的 我们拿到激光板的话 对应好这些腥味 我们就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先装装这个激光板先 把所有的激光板全部放进去 我们再看一下 拿到这个接头 我们发现接头是三孔的 所以我们要插在这个三星的孔柜上面 如果是插在别的孔的话 就是不行了就是错误了 插在这个孔 三星的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把它插上去 然后这个螺帽呢 可不可以去拧紧它也可以不拧的 因为我们正常操作的话 直接插紧就可以了 那螺帽主要是固定 避免后期拉扯的时候 把它扯出来而已 然后现在我们把手的激光板 全部组装上去 好 接下来就装了 就是我们操作手柄 操作手柄的话 我们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安装手柄 安装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仪器的下面 这三个孔呢 就是安装我们这个操作手柄呢 我们找到这些孔位 然后兑好的话 我们把它插上去 拍一副手柄 脸心的 我们插在这个孔上面 脸颊的安装手柄 放这里 四孔的 所以我们插在这个四心的这个接口上面 插的时候我们三个手柄安装都要通过卡槽去 变成这个叉的这个方向了 他这个卡槽呢 是一般都是朝上面的 所以我们就按照朝上 再放 然后插上去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冷凍手柄 安装 安装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头放在上面 避免它摔到 放稳了之后呢 我们就拿到这些头这些东 找到这边的孔位 我们就直接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插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插 这三个孔呢 就是对接这三个了 上面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孔的 所以我们找好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再把它插进去 插的时候这两个就是把它掰回去 我再把它插进去 插进了之后呢 它我们就松开这个 这个这个卡槽 这个打扣 松开之后 它就会插住我们里边那个卡槽了 这样的话就已经装进了 然后所有的冷凍手柄 安装的方法的话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那三个呢 全部装上 这两个就是调节我们负压手柄 也就是冷凍手柄上面的这个负压的强度 两个气阀就可以调出来 然后在下面这四个是我们机器后面的过滤器 过滤器的话 主要是过滤我们冷凍手柄 吸进来的一些垃圾吧 后期如果上面就是里边有积水了 我们可以通过 把后面这个顶起来 后面这一根尖的东西呢 顶起来之后呢 放掉里面的水 如果吸进来的是浓稠的凝胶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直接这样子拧开 然后把里面的脏出心的清理干净 再把它拧回去 现在我们把这个这个消音接头装上去 装在我们这个孔上面 这个是我们那个消音孔的 也就是我们仪器的逐气孔排气孔 都是它 客户可以安装上这个接头 也可以不安装 我们现在就叫客户里面去装它 直接插上去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都安装网表 其他来都是给仪器进行注水 我们先说一下仪器上面的这三个孔 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加水孔 我们要插上这根管子 就是带漏头的这条管子 再插上水 然后第二个是液水孔 液水孔的话主要是 呃就代表我们这个水箱呢有没有加满呢 如果是加满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液水孔呢就会液出水来了 但液出水的后我们就代表水箱已经加满了 就可以停止加水 然后下面这个是这个是放水孔 放水孔就是后期如果客户要放掉我们机器里面的水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拧开 直接拧开呢就可以把里面的水呢放掉 然后再拧回去重新加水 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去正常操作 如果开机的话一定要加满水才可以开机的 不然的话会烧掉我们机器的 淋加水的情况下就会烧掉 因为我们这个手柄呢运行的时候是要加水的 哦我们现在加水的时候就不需要把这个拧开了 因为这个是放水孔 然后是把这个孔打开之后这个装上去 我们就开始加水 加到液水孔呢出水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第二个孔出水的后呢就代表水孔已经加满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丁止加水了 我们丁止加水就需要把这个拔掉 把这个残器把这个拔掉 然后上面这个孔呢我们用到这个罗马把它拧拧 拧出去 然后一气一个加水呢也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开机测试 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仪器的配件 这个呢是我们的板带 主要是把我们集中板的 也可以用来把我们的这个冷冻手柄 这个在看空里面给我们去扫掉 然后这个是钥匙 主要是插在我们机器的钥匙孔上面的 相当于开机的一把钥匙一定需要插上 然后这些呢这边的这些是钥匙棉 我们待会要大家去扫装 然后这些呢是我们冷冻手柄上面的一个罩子 这个罩子呢我们是有不同的这个高度的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罩子有不同的高度 然后大小也有不同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大小不同的 这边这两个呢就是我们中号的这个准手柄上面的罩子 然后这边这三个呢就是大号的罩子 然后每个罩子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高度 我们这个高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 它吸的一个区域呢是不同的 吸的区不同 薄一点的罩子呢我们吸的这个 呃脂肪层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罩子如果高一点的话 它吸的区呢就是会多一点 罩子的组装的话比较简单 我们先看一下 我罩子组装的话就是手柄的这一块 我们组装和拆卸之前呢 需要把这个扣绳的打开的 这样掰一下 这边也是这样掰一下 我们可以看不见这里已经松掉了 我们再把它打开 然后把这个罩子呢取出来 然后灯泡上我们需要操作的罩子 然后再把它卡紧 这边也是把它卡紧 然后往下压把它锁紧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这一块过滤硅胶 就是装我们的过滤面的 过滤面我们有三包 就是针对就是每一个这个冷冻手柄的过滤面安装的 有不同的尺寸 所以我们安装的话 需要找到对应的才可以装上去 嗯 我们现在教大家怎么去装 我们去更换 首先过滤面替换的话 需要把这一块硅胶呢先取出来 然后下面就是过滤面了 我们是可以直接把它抠出来的 然后再更换上对应的这个过滤面 然后再把硅胶装回去 装回去就可以了 非胶装回去的话直接往下压 压紧就可以了 现在过滤面就 嗯 胶圈的土装的话就是装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有个胶圈呢 如果这个胶圈客户那边做就是弄丢了 或者说呃有损坏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备用的胶圈把它装上去 但是现在已经装好了 接上电源后 我们 转动这个 鸡皮拍光 开心 这个要使用 我们要插上才可以开心的 这样拧回去的话就是关掉这些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去的操作屏 进入之后呢 我们手柄会在闪的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是处于正常的 我们点击进入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界面 首先是冷冻手柄 进去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呢 都是先同的 我们这个机器呢 可以启动两 同时启动两个手柄的工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是时间 点击之后 这个数值在闪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调节了 临床时间调节 然后第二个是吸的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标处变入 吸的时间调节 点击这里就可以去调 然后这边是放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冷冻手柄的制冷的温度 最高是10 最低是-10 然后这些操作的话是一样的 我们就录音去介绍了 我们调节好之后 可以点击这里启动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操作 点击你可以启动 当我们要操作下面这两个手柄的时候呢 需要关闭了 才可以点击下面进行启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冷冻手柄 每个手柄上面呢 都是带一个液晶屏的 液晶屏上面的参数调节呢 和我们仪器上面的操作界面的参数调节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个参数 如果我们要调节参数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手柄上面进行调节 这边这样的话 也方便我们客户在客户身上操作的时候 进行调节参数 我们调节的话 同样是点击参数之后 通过按键进行调节 这些都是能点的 这边是启动 暂停也可以点它 或者客户在这里去暂停或者启动 这两个按键呢是相同的功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超声波手柄操作 时间 点击后调节 然后这边是超声波的能量 点击后 进行调节 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模式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我们默认就是模式1去工作 然后这边是点击启动 我们启动超声波手柄是有一定噪音的 我们启动之后呢 在上面 放点充电水晶测试 点击 这个是RF手柄 要是用在身体上的RF 6G RF 通过这个图标去辨认 我们手柄是我在工作上台 这个是脸颊的RF手柄 就是这个小一点的 操作脸部 RF手柄当操作脸颊的话 能量建议从最低开始去操作 避免空调调太高了 烫到我们脸颊 这个是激光板 这边有8块激光板的启动 我们全部可以进行去选择 调好我们要操作的能量的 首先是第一块 我们选择好第一块之后呢 我们点击能量 然后加 能量调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档位 就是第一块 能量强度显示 在这里 还可以加上去 加到12 然后 选择第二块 再把它 第二块的能量 强度呢 调调高去操作 每块的激光板的量呢 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通过选择激光板的 这个号数去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启动 激光板的话有分两种 一种是小一点的 就是作用我们手臂上面的 大一点的就是做我们身体的 腹部啊 大腿啊这些 部位 然后我们看一下 激光板的工作模式 首先是第一个 常量 那我们选择第二个 第二个模式的话就是 提一下工作一下 第三个 第三个工作频率 可以 就比较快一点吧 啥 这个也比较快 那给你暂停 操作双下巴 部位的 冷冻手柄 然后 我们要替换到 机器上面去操作的话 需要关掉的能力器 不需要操作的手柄 插下 然后插上门要操作的 双下巴手柄 刮到卡顶就可以了 我们在操作部位上 抹上凝胶 然后轻轻涂抹 然后我们配合提拉的手柄去手柄 我们现在接下来操作是冷冻手柄 冷冻手柄操作的话 我们需要贴上这个冷冻膜 然后把冷冻膜拿展开 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操作的部位的大小去选择好 没有操作的冷冻头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小号的冷冻头 然后 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 点击启动 去操作 能量的调节的话 我们建议客户就是调0.5 然后温度设置在负设置度 营充时间20分钟 然后点击启动 如果我们怕手柄掉落的话 我们可以用板带去固定一下 板带去固定一下 然后我们把冷冻膜切掉 这个部分我们按摩5分钟 接下来操作的是8F手柄 我们选择好 我们选择好 调节好这个营床的能量值 后模式选择者是模式 以后我们点击起来 很容易 的话 就是 谢谢观看